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枫 小枫 师父 我带你走 还有阿渡 还有阿渡 阿渡我已经放他 出军营了 约好在山上见面 嗯 撑一下 拦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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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拦住是 拦住 你要带她去哪儿 离开 我和她之间的事情还没完呢 谁都不能带她离开 已经结束了 殿下已经得到殿下想要的 而她也不愿意再留在这儿 你今天逮不走她 殿下可以试试 古剑 你把剑放下 我的话你都不听了吗 谁都不能拦我 一父也一样 是 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找一队可靠的骑兵跟着 不许抓捕 保护他们 是 是 古剑 为什么他们在军营里不拦你们 找到我们之后 却不上来捉我们 因为九公主很重要 就算放她走 也不会让她逃开她的视线 我从来不知道九公主既然如此重要 西境地域广阔 小国众多 中原豊朝控制他们的方式 依仗的就是让他们之间相互制衡 可这与九公主又有什么关系 西州市通往中原的大门 是必经之地 谁要娶了嫡公主 就获得了制衡权 小枫 跟我走吧 古剑 你告诉我 这件事情 你一直也被顾小五骗了 还是你早就知道 古剑 顾小五不姓顾 他叫李承宜 是中原皇帝的第五个儿子 那他为什么要说自己姓顾 他母亲姓顾 是我的亲姑母 所以 攻打丹蚩 你一早就知道 所以 你来救我 是要找中原皇帝领赏的吧 你知道我不会这么做的 你还有什么不会 从你一开始出现在我的身边 这就是一个骗局 这么多年 你一次一次地骗我 你到底要骗我到什么时候 亏我父王那么信任你 亏我还叫你一声师父 阿渡 我们走 是风 从我第一天见到你开始 我从来都没有骗过你 直到李承鄞出现 我有我的苦衷 我有我的使命 我从来都没想过要去伤害你 全天下 没有任何一个人 比我更愿意去保护你 守护你 我求你 我求你 能不能 不要扔下我 就让我留在你的身边 陪着你 小枫 我对不起你 担吃十几万人的鲜血隔在我们中间 我更对不起他们 从前 不管我们有多少情谊 今天 就到此为止了 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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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枫